撒母耳传的第三讲 撒母耳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今天我给他的题目很有趣很有意义 叫做耶和华的言语异象稀少 耶和华的言语异象稀少 这句经文从哪里来的呢 在属于撒母耳上的三章一节我们刚才都读过 同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的日子耶和华的言语异象不常有物事 不常有物事是和合本的翻译 圣经新译本是用到异象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每当神的话与神的物事稀少的时候 其实就是神的审判 在圣经里面重复的出现 例如诗篇的七十四篇九节 以西结书的七章二十六 阿摩斯书的八章十一至十二节 和尼加书的三章六节都是这么说的 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就是在 《撒母耳记》之后的时代 是吗?撒母耳传所说的时代 《撒母耳传》是什么时代? 是一个以色列宗没有皇各人偏行纪录的时候 《士师记》一共大概三百多年 每个人都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是充满了罪恶 虽然神是有猜派事师去到以色列人那里 但是神的话语 他的异象可以说得是很稀少 直至到撒母耳出现的时候 神再次是向以色列人来说话 这个和在说两约之间 就是新旧约之间的时候很相似 有成四百多年 神是没有任何的物质 是比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言语 直至到耶稣基督在新约出现 有没有见到耶稣基督和撒母耳 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也都讲撒母耳记介绍的时候 我讲过 耶稣基督和撒母耳都是 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是吗? 摩西自己呢? 当神差派摩西 去到以色列人那里传伐他的话语 以色列人正在说埃及 多少年啊? 四百多年 你说相不相似啊? 所以耶稣基督和撒母耳 真的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而撒母耳是比较近的语言 但是耶稣基督是比较远的语言 我时时都说 在说圣经里面的语言 很多都有近和远的语表 人民怎么样 领袖都是怎么样 一个国家如果领袖 不能够对神专一 就是好像大祭司以利一样 他纵容两个儿子 他不专敬神 结果怎么样? 他不能够向神专一 反映出人民都是一样 在说撒母耳上的一章和二章 我们看到以利加拿就是一个例子 他的太太没有子生 他就立刻找儿子 娶儿子 就是对的妻子不转入 以至我们看到也反映出 当时的领袖也不能够向神转入 我们现在美国连美就会大选 有很多人说 又是这两个候选人 有没有那些真是合适的候选人 为什么选来选去都这两个 个个都认为不是好的候选人 我们应该看回我们自己 其实可能是美国的人民出现了问题 以至领袖都出现问题 这个是圣经教我们 其实我们很应该是 好像哈拿一样 例如当是为美国来到讨告 我们首先是由自己做起 要改变自己 以至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家庭 以至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社区 以至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国家 所以人民反映出领袖 这个真是圣经的教导 在圣经里面重复地出现 让我们看到 哈拿北到撒母耳之后 她在撒母耳上的第二章 她就用诗歌来赞美神 很多人都不明白 把自己或者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 和赞美神的关题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样东西 是一起重复地出现在圣经里面 昔日以色列人 当他们将他们最好的 带去圣殿献给神的时候 他们都会唱诗歌赞美神 我们看到大卫呢 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他是作诗歌来赞美神 所以诗篇里面 是充满了大卫的诗歌 我们在下一年就会讲大卫的事 大卫的故事 大卫传 对吧 今年 英文堂和国语堂都会讲诗篇 唯独我们粤语堂不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下一年就会跟大家讲大卫的故事 是有很多大卫的诗篇 是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就会选一个时间 专门是讲诗篇 所以我们今年讲到的 的次序是有少少是调转了 俗有例子呢 耶稣基督当他是要将自己献上 帮我们成为我们的献祭 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之前 他在说最后的晚餐 和门徒一起唱诗歌 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第三十节 还有呢 使徒行传里面 无论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 无论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 当他们被捕入獄 当他们被勾打的时候 他们怎样呢 同样是唱诗歌来赞美神 今天哈拿得到了撒母耳 他将撒母耳献给神 同时他是向神献上他的诗歌 在说撒母耳上的二章一到十一节 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在祷告前 我们先要赞美神的重要性 因为赞美神是能够帮助我们 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荣耀的身上 而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的上面 这个很重要 当我们见到神的伟大的时候 明白到神的伟大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个正确的观点 在这个时候祷告 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哈拿 她赞美的诗歌 她是高举神的荣耀 在圣经里面有三个诗歌都很相似 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哈拿的诗歌 撒母耳上的第二章 另外一个就是大卫 她的赞美诗歌 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 和玛利亚在说新约 卢卡福音的第一章 也都由赞美诗 三首诗歌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都是说出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神给人的恩典 是人所不配接受的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三个诗歌都说到 赞美神怎样帮助他们 胜过他们的敌人 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神用不可思议的神迹 骑士来到达到这个目的 玛利亚的诗歌和哈拿的诗歌 是特别的接近 特别的相似 其实哈拿的诗歌 赞美的诗歌 可以说的是有个大纲 一共是有五点 第一点 只有一点是关于她自己 就是说到她主内的喜乐 唯有这一点是关于她自己 撒母耳上的二章一节 其余的都是关于神 二至到三节 是说到第二点 是说到神的权并 神的权威 第三点是四到八节 是说到神的恩典 第四点八到十节 是说到神的保护 而最后一点 十到十一节 是说到神的统治 我没时间和大家 来到详细讲哈拿的赞美诗 因为有很多经文我想说 今天我会讲第二第三章 两章书很多经文 是吧 我们都不能够是将这些经文 完全读完 刚才我们只不过是读了一个部分 主席已经说很长了 是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知道我是讲 哪章哪节的时候 就先读了 然后你走来听我讲呢 这个讯息就会更加 是吧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先读了经文先 其实我们都很应该是有读经的计划 我们都很应该是有一个读经的习惯 最好就是你知道我讲哪一章 你就先读了 然后才回来听 我们看到当哈拿祷告 神就回应 哈拿去到圣殿本来是以一个破碎的心去到圣殿 但是当他愿意服从神 行在神的旨意向神来祷告 神就给了他一个子 就是撒母耳 哈拿和他丈夫以利加拿 当撒母耳断奶大概是三岁的时候 就将撒母耳带到去圣殿 将撒母耳给以利来抚养 是吧 还愿 这个就是他还愿 将撒母耳献回给神 当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 两个都将最好的是献给神 两个都愿意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来祷告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 神就祝福以利加拿和哈拿 给了他们一共有五个弟弟 三男二女 哈拿将一个儿子献给神 神就怎样 反过来五倍归还 是赐了五个儿子献给哈拿和以利加拿 神真是充满了他的恩典 撒母耳他去到圣殿是做一个学师仔 他是学习怎样做祭司 当时以利是大祭司 以利当然是穿着他细麻布的长袍 还有以忽德 在神的面前来到献祭 在神的面前来到点灯 撒母耳呢 站在树以利的旁边 他又穿着一件长袍子 穿着以忽德 以利做什么 撒母耳就做什么 你能不能够想象 我相信撒母耳当时真的很可爱 是吧 好像现在的小孩子 那两三岁 喜欢做什么 喜欢学大人 大人做什么 他又做什么 所以我相信当年在树圣殿 就是这样的情形 而每年哈拿都会带些新衫 当他们去士罗敬拜神的时候 就会做了些新衫 拜给撒母耳 在圣经里面 三时时都有熟灵的意义 新衫是代表什么 第一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第二呢 除了一个弟弟的身体的成长 也都代表他灵命的成长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例如 在树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都是一样 我刚刚才说过 耶稣基督和撒母耳都很相似 都是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你看看路加福音的二章五十二节 怎么说 耶稣的智慧和新娘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这句的经文大家要记得 等一会我们会看到 描述撒母耳的经文是一模一样 人和神喜爱他们的心 都是继续的增长 大卫都是一样 当他成长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神与他同在 其实经文很明显 是将撒母耳和以利两个儿子来比较 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一方面以利两个儿子怎么样 藐视神的祭物 在许会莫的外面盘监人 但是撒母耳呢 我们看到很相对 撒母耳是事立在耶和华的面前 在许会莫里面来到是侍奉神 撒母耳上的二章十八节 还有呢 两个人都不认识神 以利两个儿子不认识神 但是撒母耳呢 他在回幕中侍奉耶和华与人越来越喜爱他 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六节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 人和神都是越来越喜爱撒母耳和耶稣基督 还有呢 以利的家族很快他们祭司的职责就会被割除 但是撒母耳呢 好相对 他被神呼召将会成为神的发言人 成为神的先知 在属于撒母耳上的三章十九节还说 神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他所说的话都仍然没有一句话是落空 这个就是最好辨别真假先知 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的十八章二十二节 说先知奉耶和华所说的话 若果没有实现或不应验 这话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 而是那先知善自说的话 你们不必怕他 一个假的先知说的话不会实现 但是撒母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实现 就被人见到他真是神的先知 然后在属于撒母耳上的三章二十节 说从但去到别士巴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 立撒母耳为先知 但在哪里啊 别士巴在以色列的北边 别士巴在以色列的南边 就是说以色列全国由北边到南边 没有一个人知道撒母耳就是神所按立的先知 经文其实是有一个传类点 在第二和第三章 第二章十一节之前 就是讲到以利加拿 一个家企的故事 但是在二章十二节开始 去到三章二十一节 就是讲到以利加的故事 经文我们刚才都有读到 以利年纪老迈老眼昏花 所以他将他的工作给了两个儿子来做 就是何佛尼和菲尼哈两个 但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两个都不认识神 甚至圣经用到匹列之子来形容这两个儿子 在旧约希伯来文说到匹列这个字 就是那些公然敌对神的人 在旧旧约里面这个字时时被翻译做 匹类就是那些胡作非为为非作歹的人 而在旧新约保罗 在旧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五节 用这个字来形容谁 是作为撒旦的名字 你可想而知这个字负面的意念是有几大 以利两个儿子就是匹列之子 他两个儿子是藐视祭物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祭物哪个部分是属于神 哪个部分是属于祭司 在书里面的第七章是说得很清楚 自由的部分是属于神 凶欲和右边的大腿 不要搞错是右边的大腿 是属于祭司 其他的部分呢 是可以是被献祭者分离食 以利两个儿子他们不满足自己所得到的部分 他们怎样啊 猜派他们的仆人 去到那些献祭者在煮肉 在烤里面煮肉 他们的仆人就会拿着三叉 叉下去 刺到哪块肉 那块肉就属于以利两个儿子 连着神之油的部分 他们也拿着据为己有 他们还怎样啊 认为水煮的没什么味啊 他们叫那些祭司 给他们的生肉 他们可以敲泥食 他们要炒烤 好像我们现在美国人很喜欢炒烤 这样才和味 正如圣经所说 撒保以上的二章十七节 他们是藐视神的贡物 二章二十九节 或甚至浅踏神的祭物 他们两个儿子还怎样啊 还和汇幕前侍后耶和华的婦女来到九合 在书撒保以上的二章二十二节 在书出埃及记的三十八章八节 告诉我们 真是有婦女在书莫的前面 来到侍奉 他们两个人 不单止藐视祭物 藐视惠莫 他们最终是藐视神 就在这个时候 神向撒母尔来到显现 神要呼召撒母尔来到代替以来 很多时候 神呼召祂的伯人的时候 都有很特别的情形出现 例如当神呼召摩西 在书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神在哪里 在荆棘火树里面 和摩西来回眠 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 在书使徒行转的第九章 在大马式的路上 突然间有超自然的光 是吗? 苏罗就跌到地上 神就与他回眠 今天撒母尔上的第三章 神与撒母尔回眠 是透过耶和华的灯 神的灯 和他显现 今时今日 神是不是这样 和我们显现 是不是突然间 你那棵圣诞树烧着了 和你见面 又或者 你眼灯斩下斩下 和你说话 我相信不是 今时今日 神是怎样和我们说话 在约翰封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 经文说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 怎样说 向他显现 是吗? 有了神的话语 又遵守的 神就要向他显现 那你说 怎么显现 是吗? 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神 是吗? 我们就能够更加认识神 你说是否就等于是神向我们显现 今时今日 神向我们显现 就是透过他的话语 于是 神就三次呼唤撒母耳 我们说过撒母耳名字的意思就是聆听神 求问神 是吗? 耶和华就呼吁撒母耳 撒母耳听见神的声音又怎样? 喂 纳克走去找义尼 撒母耳不是傻的 在说个回幕里面 只有他和义尼两个而已 不是义尼叫他还有谁 他走去问义尼 义尼说 喂 不是我叫你啊 你做梦了 你回去睡觉吧 于是 撒母耳又走回去自己的床里 然后神又跟他说 他又去找义尼 如是这三次 你说为什么撒母耳不知道是神呼唤他 经文说得很清楚 告诉他们 因为在这个之前 神从来未和撒母耳说的话 所以他不知道是神和他自己说话 在这次之后他就知道了 又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三次 一次就够了 和撒母耳说出义尼的罪 宣判义尼的罪就搞定了 为什么要三次 如果是一次的话 义尼会以为什么 你这个小孩做梦 走来诅咒我 你做梦而已 不是神跟你说话 但如果这是一而再再而三 三次是这样的时候 义尼知道非同凡响 义尼知道这个不是梦 所以义尼怎么样 以利同撒母耳说 你回去 当再有神跟你说话 你就说 耶和华 我再者里 撒母耳上的三章十节 告诉我们 耶和华 站在撒母耳的旁边 说 撒母耳啊 撒母耳啊 撒母耳回答 撒母耳说 请说 伯仁敬听 熟不熟口面啊 这句话 应该很熟口面啊 这个是我们今年粤语堂的口号 主啊 我再者里 请说 伯仁敬听 是吧 我们刚刚才说完 神是怎样跟我们说话 是透过祂的话语 是吧 你不要说 今年这个是我们的主题 是我们的口号 回家就拼命 希望神直接跟你说话 你要读祂的话语 神才会跟你说话 是吧 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啊 当神呼召某一个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这个信息 不是给那个人的 是给其他的人的 是吧 好像神给一个信息给撒母耳 其实是要说出义利的罪 要审判义利 不是给他自己的 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信息 都是一样 可能是给我们身边的人 就是好像神和撒母耳说 你要说出义利的罪 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神是吧 其实有原因的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八节 怎么说呢 圣灵是 为罪为义为审判 叫我们自己 责备自己 是吧 当我们说出神的话语 别人听了之后 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 责备自己 知道如果不悔改的话 神的审判就会来临 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传达神的讯息 神就宣布以利的罪 在三章十一节撒母耳上 神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 叫听见的人都必以名 很多老人家就会以名 我也不想叫你们举手有多少位会以名 很多老人家都会以名 但在圣经里面 以名是和什么有关呢 和神的审判 四次神的审判都和以名有关 今日撒母以上的三章十一节就是第一次 列王几下的二十一章十二节 还有耶利米书的十九章三节 和哈巴谷书的三章十六节 但是神的审判就是来临 当一个做爸爸 一个做领袖的 在子女面前没有好的榜样 是会对家庭造成有很大不良的影响 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 在圣经里面这些事重复地出现 例如 罗得就是一个例子 在创世纪的十九章 他在两个女的面前没有好的见证 他醉走 最后创世纪十九章 他犯了很大的罪 大卫又是另外一个例子 他和拔士巴犯奸淫 他犯谋杀 他在他的儿子的面前 完全是没有了影响力 以至刀剑不离他的家 这个就是撒母以下的十二章 下一年我就会跟大家讲大卫的故事 刀剑真是不离大卫的家 他的大儿子暗乱 居然走去强奸同父异母的妹妹 结果就被鸭沙龙为他的妹妹来报仇 将暗乱杀死 禁着鸭沙龙自己因为反叛大卫 亦都是死亡 所以我们真的见到都见不离大卫的家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见证 没有一个好的榜样 今天以利都是一样 他在树两个儿子的面前失去了影响力 因为他自己不敬畏神 他尊敬他两个儿子多过尊敬神 以至他两个儿子也不尊敬神 藐视祭欲藐视神 神于是对以利宣布他的审判 其实神对以利家的审判是分开两个部分 在撒母以上的第二章 其实已经有一个神人 首先是宣布以利家的罪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摩西被叫做神人 这个神人是谁是没有说到 只是说他宣布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罪 而在第三章 神照样是透过撒母以来宣布以利的罪 两章的书都说出了三件事 但是这个次序是有点不同 三件什么的事 第一就是宣布以利家族他们祭司的职责将会被取消 第二点 数算以利两个儿子的罪 第三点是宣布以利两个儿子的审判 我们先看第一点 就是以利他们祭司家族的职位将会被废除 是神的恩典 简选以利成为祭司 以利家成为祭司 在神的面前能够穿着以法德 烧香 献祭 能够有祭司的职责 也是神的恩典 撒母以上的二章二十九节 但是因为他和两个儿子的罪 以至他们将会失去祭司的职责 撒母以上的三章十四节 这个祭司的职责我们要看回头 其实是神给亚伦 记得亚伦吗 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 神说亚伦的后人将会永远成为祭司 这是神的恩典 但是当这些祭司 当他们没有好的行为 当他们没有好的榜样的时候 神就会将他们割职 神说谁专荣我 我必专荣他 撒母以上的二章三十节 当以利不尊荣神 当以利尊重他两个儿子 更多过尊敬神的时候 神就将以利 甚至以利的家族来割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要数算以利两个儿子的罪 以利两个儿子我刚才说过 将祭物据为己有 淺踏祭物 所以在撒母以上的第三章十三节 神说 我曾告诉他 必永远降伐于他的家 因他知道 乙子作业 自焦诅咒 却不禁止他们 撒母以上的三章十三节 他知道两个儿子是有罪 但他没有禁止两个儿子犯罪 他正是怎样啊 他好声好气地和两个儿子来说话 在撒母以上的二章二十五节 他怎样说 他说 以呀 不可这样 人若得罪人 有事实审判他 人若得罪耶和华 谁能为他祈求呢 有没有见到 他是好言相劝两个儿子 但他对撒母义是怎样啊 当撒母义说出了他的罪 在撒母以上的三章十七节 他和撒母义说 你不要向我隐瞒 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 愿他重重的降伐于你 有没有见到语气的不同啊 如果他和两个儿子说 如果你两个不悔改 神将会重重降伐于你两个 我相信他两个儿子可能会改变 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只是对撒母义是这样 他没有对他自己两个儿子是这样 那你说为什么他对两个儿子这么放纵 对撒母义就这么严厉啊 其实我们骂以利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要看看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子女做的事 我们一眼开一眼闭 我们好像是视而不见的 但如果人家的儿子是做同一件事呢 我们就会很不抵得 有没有搞错啊 这些人懂不懂得教儿子的 为什么他们的儿子会这样的 但是我们自己的儿子可能做同一件事 我们就好像没有一件事 这个我们要很小心 不单止以利是害了他两个儿子 以利还是害了他自己 你说为什么啊 在撒母义上的二章二十九节 神和以利说 你和你两个儿子踐踏祭物 以利有没有踐踏祭物啊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以利有踐踏祭物啊 是他两个儿子啊 那为什么以利都犯了踐踏祭物的罪啊 当一个做爸爸的 不说出自己子女的罪 不去处理子女的罪 是和子女犯一样的罪 这个我们要很小心 这个是圣经所教导 当我们容忍我们的子女 不去禁止他们的话 我们就是犯了同一个罪 神说是你踐踏祭物 同意利说 他身为大祭司 他应该是管教他两个儿子 但他没有做到 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二十二节 这个是新约 经文说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的清洁 当我们见到自己的子女做错事 我们不去改变他们的话 我们就和他们犯了一样的罪 我们就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成为一个神的仆人 以利应该关注神的荣耀 应该忠告他两个儿子去悔盖 当他两个儿子拒绝悔盖的时候 他应该严厉地来责备他们 甚至是惩罚他们 但是以利是没有做到 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对以利家族的审判 在表面看上来 神似乎让以利两个儿子 逍遥法外 任得他们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他就已经准备了 撒母耳来代替以利 还有就是对以利家 也有审判 在撒母耳上的二章三十四节 你的两个儿子所遭遇的事 可作你的证据 他们以人必一日同死 这个就是神给以利两个儿子的审判 一日两个儿子都会一起死去 这个我们迟些会看到 有人会说 神是不是太残忍了 对以利两个儿子 但是神真的给以利两个儿子 有很多的机会来悔改 他猜派神人 在撒母耳上的第二章 来到是数算以利的罪 他又猜派撒母耳在第三章 说出以利和他们两个儿子的罪 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 神已经给他们有很多的机会来悔改 其实我们都要很小心 当我们犯了罪 我们不是立刻去认罪悔改的话 我们慢慢我们的内心就会坚硬 当我们很坚硬的时候 有一日我们想悔改的时候 说不定神的审判已经是来临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你说神的儿女都有审判吗 有审判就是神的管教 当我们是深硬我们不去悔改的时候 神的管教就会临到他儿女的身上 但是对一个不信的人呢 听了很多的福音 叫他悔改 要他认罪悔改 要他接受耶稣基督 如果他不悔改的话 慢慢慢慢他的心就会硬了 有一日 他将会没有机会能够悔改 这是圣经重复给我们的教训 以利的家族就慢慢慢慢衰退 以利的后代会变得非常微弱 人数变得非常稀少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们的家族没有再像以利那样的奴人 即是说他们的年寿都不长 很快就死去 他们还到复去黑钱黑食 他们希望是能够再次得到祭司的职位 但是都已经太迟 在树撒母以上的三章十二节 神说 我只着以利家所说的话 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 神说出来的话就算数 神是兴万不得 所以我们看到 在树大卫的时代 以利亚撒的后人 是多过以他马的后人超出一半 历代至上的二十四章一至五节 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第三的儿子 以他马就是亚伦第四的儿子 以利就是以他马的后人 所以以他马的后人 是将会比以利亚撒的后人少一半那么多 我刚才都说过 神很有恩典是给亚伦的家族 能够成为祭司的一族 是吗? 阿伦一共有四个儿子 大儿拿达 二儿子阿比胡 三儿子就是以利亚撒 四儿子就是以他马 拿达和阿比胡 早在树尼未记的第十章出现 他两个人私自献上烦火给神 是神所没有叫他们献的 两个人也是同一日同时死在圣殿里面 神降火烧死的两个 只剩下以利亚撒和以他马 以利就是以他马的后人 我们今天看到神的咒座就临到以利家族的身上 因为以利两个儿子的罪 因为以利没有管好他们两个儿子 以至以利家族慢慢衰退 将会失去了他们祭司的职责 以利亚撒的后人以后就会成为大祭司的一族 在树大卫的时候 他是有两个祭司 下一年我就会跟大家说 哪两个祭司 撒督 撒督就是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人 他还有另外一个祭司叫做阿比亚他 阿比亚他本来都是以他马的后人 但是去到所罗门呢 所罗门是将阿比亚他割职 因为阿比亚他支持阿多尼亚 阿多尼亚就是大卫的第四子 他想是抢所罗门的皇位 结果失败 所罗门杀死了阿多尼亚 但是只是降了阿比亚他的职 没有杀到他 因为所罗门知道他是阿伦的后人 他是利未族的后人 所以放他一条生路 这个也是原因 为什么刚才的经文说 以利亚撒的后人怎么说 是多过以他马的后人 是一半 就是这样的原因 在历代至上 六章三至十五节 有说出犹太人大祭司的名单 在这个名单上居然是没有提到以利 去到阿比亚他的名字 完全不见了 我刚才说大卫立了撒督成为大祭司 就应验了神在书文数记二十五章的预言 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在书文数记的二十五章 有摩雅的女子来到引诱以色列人行监人 当时很多以色列人和摩雅女子行监人 结果以利亚撒的儿子 斐尼哈就走出来一枪 将两个正是行人的一对男女杀死 就是一个以色列的男人和一个摩雅的女子 当场是将那两个刺死 所以神说我要揀选以利亚撒的后人 永远成为大祭司的职责 结果去到撒母耳记就应验了 在撒母耳上的二章三十五节 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中心的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高者的面前 这个就是撒督 去到大位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 你说大祭司 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大祭司 是我们的大祭司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抗议 不符合圣经教导 耶稣基督不是利美人 不是阿伦的子孙 耶稣基督是属犹大支派 王的支派 他怎么能够成为大祭司 但是圣经永远是无矛盾 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十四章 有一个人叫做密基洗德 记不记得 他是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就好像耶稣基督是神 他导成肉身来到世上 没有人知道密基洗德的背景 但是阿伯拉罕要向他献十一奉献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密基洗德是有大祭司的职份 所以阿伯拉罕才要向他献上十一奉献 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 就是密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 这个在希伯拉罕的第七章至第八章 是解释得很清楚的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放来看看 今天一开始的经文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耶稣的言语欺小 不尝有密是 是吗 这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罪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 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罪 但是到了撒母二上的3章21节 查说什么 耶稣乖又再氏罗显然 因为耶稣乖将自己的话密是撒母邻 撒母耳就把者话传遍以色列地 有没有看到神的话语又再次显现 我们今时今日有没有神的话语 在教外在我们非基督徒的圈子 是真的没有什么神的话语 但是在教内我们是有神的话语 我们有圣经 所以神不断地将祂的话语给我们 不断地向我们来显现 但是我们是要将祂的话语来广传 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神向我们显现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 我们刚才读过 所以我们很需要将这个话语 向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 有人也会说 袁牧师啊你今天这篇道 是讲撒母耳是讲祭司 我又不是祭司 我又不是牧师 今天这篇道对我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这样啊 不是啊 你看看圣经怎么说 《比德前书》的二章五节和九节 启示录的一章六节都说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这篇道对你今天是完全没有影响 不关你事 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 祭司有什么的职责啊 祭司的职责 就是在神的面前 是代表人来到献祭 是吧 我们都是应该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就好像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 这个是我们首先应该要做 是成为祭司 还有呢 我们应该是教导神的话语 教导神的律法 你说我又不是主日学的老师 我又不是牧师 就叫我教神的话语开玩笑 其实我刚才说 在处教外在处祭祭神的话语稀少 不等于没有 你猜祭祭的人在哪里能够见到神的话语啊 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 我们的行为他们就能够见到神的话语 他是看我们基督徒 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他说哎呀 我希望认识这位这位神 当我们做得不好呢 怎么搞我呀 做基督徒做得好像他这样 我情愿不做 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所以我们的行为 我们就表现出神的话语 这个是好 这个我们要好小心 但是 我们也都需要 跟人家讲出神的话语 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 你不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将会是有审判 我们应该是将神的话语跟他们分享 但是也有人说 哎呀没有这支歌唱的了 耶稣基督是爱 你有没有听过人说 耶稣基督是爱 耶稣基督从来不审判人的 没有人喜欢听审判 是我这个牧师就经常说审判 其他牧师很多都已经很少说 是吧 喂 耶稣基督不说审判的人 肯定没有读过圣经 耶稣基督一出来做事工的时候 马太福音的三章二节 马可福音的四章十七 路加福音的十章九节 耶稣怎么说 悔改罢天国近了 是吧 你们快点悔改 你不悔改的话 审判就会来临 还有呢 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有一群的犹太人 在圣殿献祭 被比拉多杀死了 另外又有西罗阿楼 倒塔有十八的人死亡 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 有人走来问耶稣基督 他说 哎呀 他说这群人为什么死到这么冤枉 是不是这群人特别大罪 比其他耶路撒冷的人还要大罪 耶稣基督怎样回答 他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这个是不是审判 这个是审判 你不悔改的话 你们都要灭亡 你不要以为那群人死了 你不悔改 你们都是一样 还有呢 耶稣基督是前往钉十字架的路上为我们钉十字架 有一群的妇女为他来哭音 耶稣基督怎样说啊 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勞加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八节 为什么呢 你们不悔改的话 你们的后果将会是更加的惨淡 是不是 谁说耶稣基督不说耶稣基督不说审判的 耶稣基督绝对说审判 耶稣基督说地狱 比说天堂更多 所以千万不要说耶稣基督不说审判 我刚才说 对于这个世界 神的话语稀小 不常有物事 他们就是看见我们基督徒 我们就成为他们能够接触神话语的途径 你说我又不想有好的见证 我又不去宣布神的话语 那有什么效果呢 令我想起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 以西结先知是说了一个比喻 就好像一个城 当敌人来攻打 应该有守望者来吹号角的 守望者一吹号角的话 个个人躲起来 小心 大家知道有敌人来攻击 但是当这个守望者吹了号角之后 城里面的人 没有照跳马照跑 仍然是没有避忌 被敌人来杀死他们 你说怎么办 这帮人死有余辜 自作业就不可活 有人警告了他们 他们都会躲起来 但是如果守望者没有吹到号角呢 如果这个守望者没有吹到号角 城里面的人当然是会死亡 但是神怎么说 他说 他说我却要讨讨 守望者丧命的罪 这个很值得我们来到尴尬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去宣讲神的话 我们不去警告人 我们不去传福音的话 有很多人会死 这恶人必死在罪业之中 以西结书33章8节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又一次出现 神说我会向你讨这些人丧命的罪 愿神联敏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心来传福音 我们昨天就是有个很好的大使命 就是目的就是 希望将我们的名字给社区知道 是叫他们回来敬拜 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其实我们如果要宣讲神的话语 不是说最好的办法 就是走出街道指着人 你是罪人啊 你不悔改你死硬啊 你有没有见过有很多人 是这样传福音 在街头我见过的 你们都是罪人 你们都要悔改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自己首先有一个好的榜样 正如好像《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五节 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榜样的时候 人家说 喂你这么开心的 你时时都 喂你时时样样下 你虽然是有苦难 你仍然都是好像很有信心 你究竟为什么 一问到你 就好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要准备好和别人说出 我们盼望的缘由 这样就有机会和别人说神的话语 这样就有机会说出这些警告 这个才是最好的办法 愿神也是给我们有智慧 能够是和我们身边的人来传讲福音的讯息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有撒母耳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让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故事 你是差派撒母耳来说出以你的罪 宣布以你的审判 同样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都是有义务 是将你的话语来传出去 愿意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守望者 愿意我们能够有好的行为来见证 以至有机会和别人分享我们盼望的缘由 以至我们能够将这些警告传出去 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 将一切的荣耀还赚得归给你 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命而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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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